因為我有這個朋友是這樣 老實講他真的很有錢 我猜那個財產是超過幾百億以上 搞不好還不值 可是他平常就背那個什麼 背布包 布做的那個環保貸人包 環保包這樣 那他這個禮拜六禮拜天他在工作 因為他說他如果不工作的話 就加速他的工作進行 他就可以把貸款的利息減低 對 他出門的時候都開藥閣 還有一個中國人 怕人放票 這是其中一個因素 對 安全 對 其中一個因素 這樣 但是他公司有很好的車 對 全門都在接客人 我們都說你這樣人生有什麼意思 但是他很快樂 快樂就好 他很快樂 他快樂到什麼地步 他跟我們在一起的時候 他眼光只注意說 這個要不要發電怎麼會賺錢 對 他的興趣就是在賺錢 對 賺錢 我覺得不應該去講說 他一直想要賺錢而已 就是他覺得每一件事情 他的興趣在證明 對 他發掘 然後實現 然後證明 我覺得他的成就感在哪裡 所以只要你玩到快樂 我覺得何樂而不為 我去國外 那個朋友你知道嗎 家裡面的門口就擺法拉利 跑車 全世界沒幾台 那個法拉利說他就買那台車 就要再去講過他訓練 電走 不是 要訓練 這不是電走 這幾個很久了 搞車 他還要去接受訓練 他說你如果沒有接受訓練 你沒有資格開我們這樣的車 這樣 OK 什麼其他的好車就不要 保時捷什麼這樣 可是他要開 他那一台車要去給一輛車而已 就一個月包給人家是1萬8千塊 光幫他洗車 然後你看那麼多台車 你如果稍微開出 就是你知道 平常上班不可能開法拉利上班 結果都是假日才去飆一下 飆一下回來 你如果那個風筊刷 有什麼人要卡住了 那個人 人就一個人在那邊 你知道老闆然後我就在那邊 每人一直刷 一直刷 一直刷 然後刷完之後 金色色 然後一個人可以在那邊欣賞 你知道那種 那種快樂 那個快樂也是真的 你沒辦法體會而已 不過那種快樂是屬於一種 賣身的快樂 就是說當你買了一個 那樣子的奢侈品的時候 你不但因為付了錢 你要更加的工作 被工作綁著 然後你還要照顧他 你要怕被偷辦 所以你是時間 金錢 身體 心靈都賣給他 都賣身 對 我覺得你要看醫生 不然我意思是說 每個人的快樂 我們今天沒辦法體會啦 對啊 這幅金融風暴 有沒有改變大家對錢的觀念 應該會有 因為一般來講 就剛剛我們講的 一般我們一個賭徒來講 我看很多賭徒 如果我們在吃虛擲的時候 人家問說今天怎麼吃得好 今天可以叫啊 今天怎麼吃得好 今天輸的叫啊 為什麼這樣 很多人都輸了 都欠卸掉了 撩大條 我跟廟自己來享受 一般都有這個心態 所以這一次的一個金融風暴下來 就是剛剛鄧醫師講的就是說 把這個窮人跟富人的一個差距 這貧富差距真的拉近很多 所以我告訴你 我們現在如果家裡人吃飯 你如果知道對方後勾票錢 你就要讓牠借 對 你大條就大條 對 你大條就大條就多了 有的就沒有你看看那個青 你都欠在內褲 一般我們有那個心態 對 雷曼兄弟跟你不熟 你就要給牠一千萬 我跟你的朋友這麼直 這麼久 你沒有借錢吃飯 因為你還問說 對你好 你是不是要對我好 就對 我對你這麼好 你當然會借我 雷曼兄弟對你 你還要給牠那一千萬 對 我們去打球去球場 因為我問過Catty我說 你們金融風暴這一波 應該是很慘吧 打球的人應該很少 他們回答說不是 反正人更多 後來原因是什麼你知道嗎 是因為以前有錢 急著要賺錢 錢賺多了以後可能就是花錢去 就是玩或者說去喝酒什麼的 你要早上要起來打球 可能就比較累 可能就沒有辦法 後來他們說這波金融風暴以後 因為我過去的投資都賠掉了 都賠掉以後 可能有的人手上還有點錢 我這個賢錢我就不要再去投資 因為真的是 現在投資的環境不是很好 所以乾脆說 那我就對自己好一點 現在可能有時間了 以前的話還要做生意 現在有時間 有些人去打球 一方面還有賺身體 賺身體健康 另外一方面講說 反正這個錢要好好對在自己 我自己把它花掉 不要送給什麼那班的兄弟 所以他就發現說很奇怪說 這一波這個人真的很多 而且很多以前大老闆 可能一個禮拜打一次 他現在說一個老闆 那個大老闆可能一個禮拜 就來兩次到三次 反而是比較多這種東西 MBO講到的是真的 因為這一波來講 大家都受傷 你投資自己是穩賺不賠 你先要有一張漂亮的健康成績單 你以後機會來的時候 你才有可能一張漂亮的事業成績單 所以這個時候 像我們以前都很少運動 這時候你就每天一起 搖搖搖啊吃東西 沒什麼事 你就會有這種規律性的運動 留著青山在 對對對 我看你覺得還是要看底的雄厚與否啦 因為剛才大家講的那些 應該是本來就算賠了 還是有一大筆的人 可是很多那個深斗小民 老實說他更擔心 所以他沒有錢在那邊賠 可是讓他會很害怕說 不知道前景是什麼 所以那個部分真的是緊縮的啦 那本來在做大錢 我就記得我們有一個朋友 他是那個香奈兒專櫃的 我們就說 那你們現在買香奈兒的人 有沒有變少 他說我個人是覺得來店裡的少 但他們都叫我們拿去家裡給他挑 他說覺得來店裡買很多 這樣太囂張了 所以他們有時候反而就改成說 那你拿去家裡給我看這樣好了 可是真的享受不再花錢多 真的是看自己的心態 像我上禮拜吧 跟人家去爬山 反正腳痛了三天就對了 好像三年不開張 開張就痛三年了 我告訴你他們 我說為什麼要爬這個山 他說你跟我們爬上去就知道了 第一個 爬山要不要錢 不用 對不對 那這個江山楓月本無常主 賢者才是主人對不對 我說那為什麼要爬呢 他說你跟我們爬上就知道 每個人都帶一根木棍 就可以當那個手杖 然後到了山上去之後 我說為什麼要在這個 為什麼要在這個地方 有一個廟的旁邊那邊 那個廟每天固定放吉祥奏 那個音樂剛好是打太極拳的音樂 節奏都一樣 所以他也不用帶錄音機 你知道嗎 都不用 而且他算準他每天都是 那個時間就會放那個音樂 所以他們爬上去的時候剛好 那根杖就可以打太極拳 你知道嗎 所以也不用去一個什麼 還要綁那個咻咻 不用 就是你一樣達到戀身的效果 然後自己帶水 然後下山還可以買野菜 半日遊 健康到這樣 一段坐捷運的車子 要是我的話 我就會先買 先去買那個登山鞋 然後買登山帳 然後還有登山的衣 還有登山的帽子這樣 那我說我啦 對啊 我們買完就已經 晚上的時候 我已經爬過這個山了 對 當你愛上黎過婚 又有小孩的人 到底該不該跟他結婚 當自己的長輩又在婚 應該要怎麼來面對 沒有血緣的親情 又會是什麼樣的關係 終於到終於晚上幾點 請收看新聞畫畫畫